李氏兄弟只一嘴臭了剃刀挡大哥 就被爆锤一顿 这就是剃刀挡 做事从来不需要遮遮掩掩 几天后 汤米一伙人在酒馆里喝着小酒扯着皮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 此时一名不速之客来到酒馆内 这小胡子正是马会龙头大哥比利 比利来到此地也不为别的 只因为汤米未经他的允许私自 暗箱操作着赛马比赛 这种割韭菜行为遭到了比利严重的不满 因此是过来警告 而这一切都只是汤米为了接近 比利所失的小技 汤米提及了他前些天与李氏兄弟 发生了一些冲突 也得知李氏家族一直骚扰比利的声音 在他的地盘上抢自己的钱 而比利对此无可奈何 借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一起合作应对李氏家族 这一提议比利积极傲娇地同意了 能屈能伸的汤米捡起了比利丢在桌上的硬币 也象征着他们的合作达成 夜晚 警察局里的一名警长得知了 艾达嫁给了中分头的事 并威胁到汤米如果不把这个地下党头子交出来 那么艾达就要作为同伙一起吃国家饭 随后 亚瑟找到汤米 他恼火地质问着这些天 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 别人问起来他像个二愣子一样 啥也不知道 随即汤米将最近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为亚瑟说明白了 起初只是想让大哥远离这些破事 汤米也告诉了亚瑟一个好消息 他买下了酒馆送给了亚瑟 只一大哥曾说过 想要一间属于自己的酒馆 大哥便像个弟弟一样被汤米捧好了 清晨 或是连连的汤米来到酒馆里借酒消愁 格雷斯在一旁疯狂试探 想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套出那批货的藏医弟弟 而格雷斯这种小绿茶功力 在汤米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显然套不来什么话 随后汤米邀请他 一同参加比利的赛马会 格雷斯也欣然答应了 面子的事情由汤米去做 李子的事情而由大哥去做 大哥召集了一众小弟 准备给喜欢去比利麻场里 收保护费的李氏家族一点教训 致使让比利认同替刀党的势力 剃刀党把李氏家族的人手锤了个遍 把从客人手里抢走的东西都拿了回来 亚瑟把夺回的战利品带到汤米手中 随后拿着装有两个小目标的袋子 来到比利面前 证明着自己的剃刀党 比他手下的保安大爷牛批多了 并说到要接管比利的安保系统 和承认他的赌场经营 然而比利似乎对钱不是很感兴趣 宛如舔狗一般 竟只走向了格雷斯与其共舞 女神触手可及 让身为舔狗的他看到了希望 选择更上一层楼 比利说道 这门交易要附加一个小条件 那便是要女神去他家打呼客 随机汤米便把话带给了格雷斯 格雷斯本以为 以拿捏的汤米 没想到竟会同意这种要求 在比利的大别野里 两人尬聊了一段时间后 舔狗感觉时机成熟 趁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准备强行输出格雷斯 这时汤米闯了进来谎称 比利虽是舔狗 也不至于为了一时的快乐 而丢掉一生的快乐 最后汤米便带着格雷斯 离开了比利的家 为什么你改变了认识 为什么你改变了认识